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这两天听说一个新闻 一个小鲜肉最近查出来 他爸妈是老赖 当年开发楼盘 让多少人在他们那买房 等到钱交完了 房子烂尾了 房主的钱要不回来 为啥要不回来呢 被这群王八蛋花天酒地了 说起老赖 从古至今都有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历史上 几个比较有名的老赖 说起历史上老赖 咱们可能第一想到 就是三国时候刘备借荆州 一开始跟孙权说 我就是借用 过阵子就管你 这一拖就拖到没边了 当然了 这是三国演义的桥段 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 你要想知道真实的历史 你去看我写的 袁腾飞讲三国 讲汉末三国王那书里 有完整的过程 不过在中国历史 真有出现过像刘备借荆州这样的老赖行为 这就是春秋时期 郑国的第一个国君 郑桓公 周幽王的亲叔叔 封地在首都浩京周围 当国君的同时 入朝为官 管理全国的土地和户口 郑桓公看自己这侄子 周幽王又是花天九地 又是风火戏诸侯 推不靠谱 生怕自己的封国 离浩京太近 受牵连 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把郑国远迁 迁到哪合适呢 郑桓公的下属太史国 就跟他说 东有齐国 西有犬戎 南有楚国 北有晋国 他们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 绝对不能往他们身边凑 有一个地方离他们很远 又很安全 那就是洛邑以东 黄河以南 就是今天河南新密 邢阳两个县级市附近 土地肥沃 也没有大国 可以安享太平 黄公听完就问 说即便是这样的话 那我过去直接占这地 不太合适吧 那太史伯就说了 这几个小国都是井底之蛙 贪土小利 成不了什么气候 也没有什么远界 你就跟他们说 周时恐怕有难 你这个当叔叔的呢 想帮大侄挑块好地 安置点家财 他们不会不同意 于是郑桓公就派自个儿 去跟这些小国说 那些小国也没怎么多想 就借给了郑国十座城池 这也是郑国的发家之力 后来郑国成了春秋小霸 开始四处征伐的时候呢 那几个小国纷纷过来认大哥 至于那十座城池呢 大哥喜欢就送去了 还谈什么借不借的 所以这种要地不还的老赖呢 逼格太高 一般人玩不起 那平头百姓要是当了老赖 该怎么办呢 秦朝的时候啊 你要是因为欠钱被人告了 当地官府就会下文书 催你还钱 你说你要跑 从咸阳跑到洛阳 也成 但前提是别让人知道 只要被人发现 那洛阳官府还得问你 你欠的钱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时候还 古代中国安土重迁 谁没事搬家玩 所以大部分人发现赖账 赖不下去了 就乖乖还钱 当然也有那愣种耍光棍 我就是不还钱 你能把我怎么着 这个也好办 不还钱吗 这不是还有人吗 安排到县里当苦力 这个苦力呢 也不是白干 官府会发一笔特别微薄的工钱 而且不是给老赖的 是给债主的 什么时候老赖挣的工钱能顶账了 才能放老赖出去 秦朝这个规矩 基本上被后事就承袭了下来 到了唐朝做点补充 超过规定日期二十天 比如说好了十天还钱 但是这都一个来月了 还没还钱 债主要是告到官府 官府不由分说 先抽老赖一顿鞭子 抽的这个次数是欠债多少 而定 这通鞭子打完 官府就会明令老赖 一百天内还钱 如果到时候还拿不出来 就判有期徒刑一年 刑晚释放 继续还钱 可能有的老赖拿着钱以后 买房买地 拿不出现钱 没关系 那就用家产抵债 要是家产也没了 老赖和家里的男性成员 就得到债主家扛活 一天的工钱折三尺捐 还完为止 从宋朝到清朝 对于老赖的处理的方式 大都是这样 只是美朝美代 他们在对于打多少下板子 判几年这个问题上 会做出一些调整 平民老赖大概是这样 那达官贵人要也欠钱不还 耍臭无赖 能不能就没有惩罚了呢 不可能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 这个高祖刘邦大风群臣 其中呢 一个叫陈娟的将军 被封为和阳侯 这个侯国呀 地盘不大 经济一般 就算是和阳侯自己呢 生活水平也没有多奢华 好在这个陈娟苦日子过惯了 觉得现在挺好的 比过去有上顿没下顿强多了 府里的收入支出也没什么问题 过了十几年 陈娟去世 儿子陈信继承和阳侯爵位 府里的收支马上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陈信是二代出身 没什么别的能力 就是喜欢享乐 天天开party 办酒宴 买马沙拉地 生活十分奢华 日子这么一过 家里的钱就不够用了 陈信说没事 出去借 你想以他的身份这么一吆喝 谁敢不借给他呀 更混蛋的是呢 陈信借钱就压根没想过要还 他觉得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 手眼通天 谁敢跟自个儿过不去呀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人民的力量是无限的 真有人告他的状 诉状上达偏听 汉文帝听说以后 立马夺取他的封国爵位 堂堂二代出身的陈信 就因为欠钱没还 把自个儿的前途就给玩没了 那有人说我不欠自个儿的钱 我欠外国人钱 这样显着我爱国 应该就不会定罪了吧 也不是 清朝的时候呢 只有广州十三行可以跟外国人做买卖 这里的官员呢 名义上也是不能跟外国人耍赖的 赖账的 前龙年间有一个姓严的官员 对外商下手 买了一大笔洋货不给钱 欠了外商呢 将近三十万两白银 他本以为这事儿天高皇帝远 三十万两放在大清国 那还要钱吗 就没有放在心上 万没想到那一年上头派人研查十三行账本 查到这位阎老爷恶意拖欠 最后把他革职 直接冲军发配衣礼 还查封了家产 以充赔偿 几十年攒家的财富啊 就这么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当然了 别看这个阎老爷这么惨 说实话 这种情况在清朝很罕见 大部分都是上级来检查 走个过场 外国商人来打官司 根本没地方告状 要是投诉有门的话 也不至于爆发鸦片战争 好了 那么关于历史上老赖的故事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寻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记慢聊 也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